飆了 飆了 看看中度的這一波 閃現 直接握手 Apex有點危險 閃度之後 Mountain直接把人給留下來 他Bainz把他的傷害 直接拿到了手殺 泰森的位置也被掌握住 Mountain等級6 手中還扣有大全 Mountain又來了 6等了Mountain 直接不排演了 要抓Bainz 一個肚子把Nar跳在那裡 撞掉爆破九筒把貝斯罩回來 滾動九筒收下擊殺 連續兩波都是Mountain直接發起進攻做事 很難打啊 你一旦罩了等級平均之後 應該說六等之後這個九筒就很厲害 這拆成是硬打 直接頂飛Mountain下路的敵差一滴血 然後貝斯往前想要收 最後被Alan的萬劍齊八給射下來了 下路是Gamer一跑線 敵就出事了 但目前的話應該是打不太動的 貝斯往前一跳 這邊跟Ziv的交手目前是分不出勝負 中路APEX又被強制握手 一個Swad0是噴 想要算是獨卡收閃線躲過 這裡是可以收掉WESTO沒有問題 單人收掉了C分夜鎖 什麼是真正的蛇王啊 你有沒有感覺到被Gamer過一次 我以為你很慌 我以為你說這個都讓大家遊戲沒得玩 這快要反安裝了 這快要反安裝了 但拆著想趕過來防守 這個塔剩下大概四分之一血 小安被抓到了這個位置 LMS往前一頓 來看一下這一波虛弱下了之後 拆著想要來閃翻 回旋陣一刮 最後是有四次彈射 把小安給射下 後方有九頭 滿打趕過來支援一個肚子 往前爆破九頭 炸到了三個人 有緩速效果 蒙著這裡蠻血的狀態 MG不敢繼續做進攻 我覺得這一波就是這個 小安在沒有閃現的情況下 打得太深了 喔唷 一個閃度 要直接強抓 這是一個Gang 直接強抓掉對方的AD Carry 剛剛艾希沒有位移技能 沒有自保就算了 就算了對不對 我這把你選C威爾 我這把你選C威爾了 就是要擋你這種Gang 結果呢 我死的還是那麼慘 太難玩了啦 走路APEX刷領是噴 被WESTOR擋掉了之後 這邊MT返身來一波傷害 灌下去 又拿到了蛇女的擊殺 哇 這個MT接連做到了事情 我以為是說 烙人比較多 烙人就會贏了 人比比較多 但是烙人 烙的是AXQ這邊的人 APEX先扭掉了 對方的控制之後 把WESTOR給殺掉 帶一個爆破熊頭 一炸之後 這裡的VACE 狂嚇猛擊 把MT給推在牆壁上面 再一個暈眩 可以拿到兩個擊殺 讓雷克薩收下這個人頭 在這個鑽角 收到了AXQ兩個人頭的擊殺 烙人了啦 就跟你講 我覺得這一場真的是APEX 要拚回來喔 他剛剛這個被集火的情況下 還是成功的換掉CMT 哇 那是分力一搏 AXQ被誤解冰中卡到TiZAN的猛襲把 AXQ給翻了起來 一補上虎弓 最後一個閃現 但是由DREAMER拿到擊殺 並肩出手 小安趕過來想要防守 兩邊一夾 日本的爆炸鏡頭 把敵砍到殘血 拿到十八百塊錢的這個單殺 而且TiZAN想要離開 也被小安鑽著射 可以射下來 這邊的AM追擊 射在DREAMER身上 並且要變大一個鼓球迴力鏢 把小安拿到的底血 但是他們在不停的這種小交換之中 還是拿到流血 熱力開打 又來了又來了 這邊的握住要死了 WESTOR在塔下握住了VANXNAR 這個塔如果要守一定會打得起來 所以說 準備MV7接受這個 四打五 五打四 對方是五打 四打五 但是恐怖的MUNTAIN來了 加了泡沫一下 MV7要準備往後拉掉了 敵射半血 一個爆破就能把敵在場面 滾到九頭 直接把敵給帶走 WESTOR強制握手 是讓MUNTAIN拿到了雙殺 這一波AXQ上路大局入侵 看起來這個上台也要拿到手了 整個戰術體系的力量 哇 小安來了 後面有DREAMER 前有敵後有DREAMER 小安被關注 打二 但是後面加了拋彈幕直接下了之後 敵這裡是開了狩獵的加速 小安準備要往後拉 敵地兩邊都亮 但最後下來的是Ziv 一個兵線出手 後面還有MUNTAIN爆破就能把TITOR 往回移炸 射到小安面前 TITOR被上了虛弱 這招逼波打出來 TITOR應該是走不掉 猛奇出手在MV7 側面抓到了WESTOR的位置 MV7用頭帶先解開第一波的控制 但是還是被九頭給盯著起來 遭受到擊殺 這一波蛇女原本又想要再拼下一個人頭 不過最後這個MUNTAIN 渡閃成功地阻止了她的野心 然後轉身有一個輕鬆做巴龍的機會 沒錯 HQ這邊不但領先很多 而且她有這個MARASA 這個吃巴龍的神器 對 她這個小蟲 太強了 哇 這個蟲蟲直接幫AFQ 節省掉了很多吃爆的時間 巴龍入手 AFQ 22分鐘 拿到這場巴龍人頭殺 差了9顆 你還沒有看過老三再玩了一個殺 如果老三玩了一個殺 然後她錢把你滾爆了怎麼辦 對 馬門這裡是越過的防禦塔 包括這個把太太炸炸回來 殺害家握手 一波傷害灌下去 下塔也要掉 這邊GEMER被流出了 這度射擊是比出DREAMER的閃現 加到泡布 死亡之女的傷害超級高 DREAMER差一點就要倒下 這就是這種東西 欸 什麼東西 沒有 這是弗力的佐德旋 下路 下路傷害器太冷了 太冷了 DREAMER被抓到了 尷尬這 尷尬 回不去了 回不去了 被觀察所毆打一頓 這是一個霸凌 真的是一個霸凌 太可怕了 來看一下這一波 A2想要踏上對方上路的高地 九通也肚子過來了 小安直接舉盾 被卡住 往後 還是可以利用避雷守護 回到隊友身邊 小安是利用專注射擊 攻速超快 大兵的出手 LBS也直接炸大拳 哇 這是一個阿雷15GEMER吸了一口 射入霸體還是被射到 小安在這邊是這個 三線硬點的 超級恐怖 一隻手炮 但是這邊台南要進場的 閃放在小安身上 狂嚇猛擊直接把人 給定住WESTORE直接強行握手 飛機倒下 猜者也死了 這邊APPEN想要來收頭 專身對方傷害好高 直接拿到兩個人都繼續作戰 這時候還是被感染的傷害 給帶走 這一波M17 五個人都已經倒下 HQ攻脫了對方 上路的水晶命贏 拿到了WESTORE的雙殺之後 主堡門牙也是跟著自己的小兵 一起給推送掉 恭喜HQ拿到了第二場比賽 勝利7比20的人都差 經濟差到一萬六千塊錢 這真的要說這個HQ這場打的是 很像原本的HQ的感覺 Oyo OA